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迎来了那个钢笔的第200集 真的,可喜可贺 不知不觉了钢笔这个虽然做得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也不是做得非常详细 但是也能做到200集 那看到那个标题都知道 今天因为是200集了 所以就选了一支比较特别的一个钢笔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首先它万家的话送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呃包装袋 那这个不是不是手提袋 就是单纯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包装起来包包住那个这个木盒 那这个盒子那还是一如既往的跟之前那只印象教一样的一个pattern 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应该是印上去了 但是做起来就非常非常到位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首先就是非常古色古像木 然后上面再写字 那非常符合一个古典或者很自然的一种呃怎么样风格 或者一种就是呃方式 那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呃镜头下面看当然能看到就要缝线了 但是我放这么近能看到去这里 然后到这里 你看到这一块 然后这块这块看到吗 它是同一块木头 然后你想这个细节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那现在这里 然后这里你看 完全是同一块 或者再从这些斜线去看 你看你会发现就是 它这里当然是说那你看呢 这里其实都是同一块木头 它把就是四条边然后藏起来了 然后就走两边 你想就这个细节上面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给力 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它这个作笔吧包装等等的一个考量 而且它这个盒子本身你看我镜头放不下了 我平常虽然说 啊镜头放的也是比较的近 然后这个的话 嗯 还能啊 这个其实拿去改改 有点像墨家那个 其实你去3D打印 一个那一件 然后他就能就是一个他就能怎么就是 呃做一个笔托嘛打印一个笔托 然后再用那那个绒布包一下 包一下以后呢 然后可以像我平常这样子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托盘 平常一个托盘的话 然后就啊 对放笔起来也不要怎么讲方便 那反正你可以去做一个改装 那给大家看一下正常就是一个出来的一个键有什么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卡 然后 说明书 然后或者等等的一个 看一下 这个反正就是各种的保安证书或者是它的一个宣传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墨囊 那反正这次啊 这次比反正就是 自留的毕竟第200集了 然后然后自己也非常开心 呃 莫拉三根 那这里 那 Rancher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都如果有看我视频看久了 其实 呃都知道我主力用的是欧比 那我主要就是用那个欧比为主的日比其实我也很少用 然后这个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哇这个非常非常给力 呃 Rancher的话倒是我经常是买它的笔去送人啊 看一下这是什么 哦 那看到金箔 那那个有兴趣的可以那个Servitication哇这个他也给力了 嗯 嗯 有兴趣的可以暂停来看一下你看这个纸 然后 它上面压花等等的都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 真的很有形式而且就真的很像模像样 嗯就是没有很强的一个形式感我觉得 那呃呃再下我们先放一边再下然后就这个笔套呃 他这个笔是这样子啊平常送的那个笔套是那个也是织的但是那个是深蓝色的那这个相对来讲有点像那种 帆布的那样子帆布帆布帆布吧啊帆布那样子的一个手感然后 然后当时我不懂为什么有这个是什么声音我就不知道了 但这个手感还挺不错的可惜只能放一只那基本上只是留着然后看哪一天能用然后就拿去用了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然后再下来了那这只笔呢先提前讲一下这只笔我并不打算那个呃是写因为我还有一只这个然后印象胶 然后这个应该我之前做过的都有印记的 然后这一只的我专门再去配的他一个笔尖了就是一个你看到我现在配两只DF的因为它JOLO吧就是这个品牌的话 他是少数的一个就是做呃笔尖的话他的一个粗细品控欧比欧比口径来讲的话他算是最好的接近就就前面五个那肯定是有一个是JOLO 呃因为平常都知道如果有买一笔的一个同学的话啊不是不是同学呃 呃观众的话都知道就是说呃一笔的那个粗细基本上就是标着大小然后看着好看这样子 那JOLO的话是在欧标的一个粗细就因为都在欧标的那个笔 是比日标的要出上一号吗就是日比日本的M间等于的是欧比的F间 那JOLO的话他是比欧比的这个在欧比这个标准上面他ef的真的做到就是呃很细而且不瓜子 然后其实这个笔昨天就到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到那里看到上面还有一点水这个笔的之前是就他出厂之前是有试写过的那而且就是说你看这里还有水就是干洗完没多久 然后直接就寄过来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就非常非常开心了真的就他整个产品的品控细节上面来讲 真的很到位那粗细上反正就是我钢尖以前有讲过嘛第一个百利金然后布里文再下来就JOLO就是三个我最满意的钢尖 所以说这个尖我就不写了因为反正就知道是说他一定能达到我一个要求 而且他的一个阻尼感他的粗细那他的粗细ef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日比的一个粗细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吧那还是一样那 基本上Rancher的他的军片系列的话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粗细那这样子一个粗细的话呃所以说他不管做什么工艺就是呃 生气或者像这样子金箔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masterpiece就是一个原件这个基本上的原件但是这一次这个的话比较可惜的话就是呃他不能选一个笔夹 然后大小的话让人看到基本上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大的笔你看呃800其实我觉得更刚刚好他这个笔那个800还要大一点那我看一下这样子我ok给你们放一下 那这个笔然后我们等会再慢慢的那个用放大镜可能细看一下整支笔的一个每个部分啊 因为这一支算是第一次那个买一支就是上面是有一个花纹的一支笔而且还是价格开始往上标的那你看他这个笔尖吧基本上就800的笔尖但是你看到他这个笔握 可能黑色这边看了不是很清楚但从这个金色去看你看他这个笔握是比800还要出的所以说他这个笔是偏大的那这些然后其他细节我们等会再看我先把这笔给收起来然后对比一下这个重量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的这个这个笔我也拿到非常激动了而且这个金色一看我去太毒了这真的很毒然后这个我们我们先这样子拿开一下呃 这个尺寸上的我们再做一遍啊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是那我就不拿这个尽量不删我就不拿这支笔来量啊我就拿这支笔来量吧尽量那个不删到他因为这次真的呃基本上就是欣赏欣赏大只欣赏的一个价值比我那个用的价值更大了因为我本身用的比也多好135.16的一个拔帽长度然后嘛再来看一下一个呃呃盖帽的那盖帽的那盖帽的呢 盖帽的话应该比他大的应该就是白天出的一个出云了好155.82的一个盖帽盖帽长度啊反正就是长度上来讲啊非常的棒然后我们再来通过这一只我这一只就是艾伯雷的一只印象胶嘛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个重量那艾伯雷的这一只的话是呃20.1我们看一下这一只应该是差不多 啊二十九点二是不是因为我中间的一个啊果然是那个西墨漆的原因那西墨漆的话暂时我最爱用的这个先放一遍吧我最喜欢用的西墨漆还是它史密特是史密特不是啊史奈德史奈德然后我放回去哦17.8这个重量上来讲好像还轻 嗯是不是有三摩还是什么问题的应该比肩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呃这个反而还中了差那么一克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品控问题啊但照理来说应该20.1对啊 这个呢17.7啊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重量上反而金箔的这只还要再轻一点8.6这个呢9.1哎奇怪了这反而还是再重一点了然后他这里面你看有个弹簧的呃两只都有这样子一个弹簧不知道可能镜头里面没办法看我这样 看到就是这样子它是有弹性里面是有个弹簧的说是这个高级感就真的非常非常棒26.4行吧好那就我的这一只的话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吧笔尖真的是我挺满意的因为钢尖来讲的话看一下来 那看到这个是JOLO的一个笔尖那上面写着一个Rancher的一个字眼然后你看到他那个A字是专门搭写呃A字是专门做成一个钢笔的这样子一个形状吧那你看到他的细节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然后这个本身笔的这个曲线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了像那个百利金的那个的话 那你们能看到前面的这个曲线了你看这个曲线上来讲的话你看他这个更锐利这个这个曲线百利金的就没有百利百利金的相对来讲比较柔和中中和一点曲线那像万宝龙的曲线那就会比这个更夸张他是往内弯弯的更多万宝龙的话然后看一下这个笔尖先吧然后我们就大概看一下感这样子今天那看一下OK 哦好那你们能看到那上面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印上去的一个Rancher的一个一个印刷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那笔尖上你们现在能看到就是我尽量弄清一点给你们吧OK好 好像不太好弄清啊可以啊太久没做这个了真的好那能看到你看他中缝非夹得非常非常的紧而且他前面是有点像屁股这样的形状的所以说呃他这样做是为什么就是这一支是EF间嘛然后他在这么打磨的话是减少他那个瓜子 因为很多时候瓜子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笔太细了就是过细了然后导致这根笔很瓜子 然后你看他前面的这个Jurvo的一个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啊有时候这个真的不好对焦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放大的一个工具让我拍视频方便一点 好你看他就前面的这个屁股间让人看到了就是完完全全往里面收的这个衣粒 然后这个你不要看他就是说中共这么大然后用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细也是很细的一支笔 而且Venture能看到上面你洗完刚刚我是把笔尖上面的水给擦掉的他出厂是有写过的所以说品控上面来讲都是非常就是完真的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前面是圆的但是你写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阻尼感那前面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那你看他是比较圆的 就说他这个反正就是Jurvo做肩的时候他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一套 所以说也怪不得就今年的台湾基本上都是像三文汤什么的都是统一换了那个Jurvo的一个笔尖 好然后再下来了我们西墨西等等就放一边好那能看到这一支笔啊这支笔就是那个山水了那上就是能看到这个金箔 那首先该讲你看到金箔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金箔的一个流水型的一个纹理就贴上去那种纸皱的纹理啊 但其实我摸上去的时候是没有的我摸上去非常非常光滑跟我这个硬香胶上面来比当然呃硬香胶会更滑一点更润一点这个就没有这个应该是喷完以后就直接有个保护器 然后所以说金箔上面应该喷了保护器的话也不用担心它会掉 然后像里面的这些的话那这个地方那可能时间久了有磨损了它基本上就会掉 那所以说我金箔为什么这支笔不用的也是这个原因那看到其实这里附的就没有非常的可能这样子盖上就没有人看清嘛 那这个也能接受啊也很正常 然后但是这个山水的纹理啊你们看一下这个山水的纹理的话它是有凹凸的应该每一支笔的话是一样的 万宝龙的话那支金箔的话我知道是看起来大概纹理是一样但是细节的地方它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上面这个山水我尽量放大给你们看现在反观又比较大 唯独的这支笔它有一个很浓的日式的一个味道又在哪里我觉得就这个太阳这个日出那第一个跟它国旗一样啊第二个山水化应该是没有太阳的 中国的一个早期就是传统的山水化应该我印象中是没有太阳的 当然它这个系列上面就是日出系列嘛就是太阳的一个系列然后加一个山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棒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船方呢都是一个银色的 然后这个整个笔的一个配搭真的呃怎么讲呢基本上这会有空看看都非常的伤心悦目 然后这个你们能看一下能不能来看到上面的这个印刷吗非常平 就是非常到位我估计是刷了一遍那个漆那你看到我现在这个灯光吗非常亮 那一根一层漆然后再印印了一层这个图案然后再然后就结束了 因为我这个漆我摸上去它是有微微的凹凸感在上面了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个形状我尽量那个给放大给你们看 来看到啊 会不会不太清楚 呃这样子应该差不多 然后非常非常毒的一支笔这一支真的是 那这个是那个太阳太阳上面也是有一个凹凸感的 那基本上呢那个整个笔的话拿起来肯定是非常顺手 但是你说拿这一支笔来写的话真的是 不说实话真的不太合适了 然后这个金箔的一个部分来给你们也看一下 那这个金箔的笔握那笔握上面的话也看到也是非常非常到位 然后笔笔握的部分啊可能就是说这里应该不是他注意的部分了 这里就没有贴到了下面这个部分你看我去真的是 整个笔握下面这个部分有有顾到那这这些细节上面真的是 呃现在真的要价格差不多上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怎么讲呢 顾到这些细节了然后罗文这边肯定没有办法了 但整根笔可以拿相当的气势 好那大概就这样了那个书写我就不写了那这一支笔应该拿完以后就 直接就是收在一边了那反正就有空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真的很我应该现在的话 B站和YouTube都没有人做过这样子一支笔 然后另外就是呃怎么讲呢 他这个不像平常的那个Namiki实惠就是黑底 然后我在弄什么螺垫或者是说画一些比如说那个呃不同的绘图嘛 他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价格上面就会很多 然后就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就是想呃帮我补充一下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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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能这 一分钟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